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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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红艳当中新的知识点 首先我们看到第一个简字 这个字叫做泛起 泛音是散泛岸三种演奏方式的其中之一 它代表天地人三类当中的天类 那么它的简字去掉了左边的三点水 也去掉了起字的走之底 组合形成了泛起简字 接下来让我们看第二个简字 很多朋友请不要读成八开 在这里它是分开的一个简字 把分数的分分开的分去掉下半部分的刀字 组合成分开 那么具体在琴上怎么演奏呢 让我们来看下一个知识点 掐起 掐起在琴谱当中代表的是左手的一个演奏技法 它去掉的是掐字的左边提手旁 和下半部分的旧字 起也用我们之前泛起的简字手法 去掉左边的走之底 组合形成了掐起 那么它在琴上是如何演奏的呢 让我们来看下一个知识点 静负 这里的静就是指前进的静 它依旧是左手的一个制法 表示的是我们用左手在琴上 从左向右进行前进 而负 循环往负的负 代表回到它起始的状态 那么静负 简字就去掉静字的走之底 去掉负字的下半部分的结构 组合在一起就形成了静负 那么静负在演奏过程当中是如何表现的呢 让我们来看下一个知识点 灰外 众所周知 古琴上有十三个灰 灰外 指十三灰之外 就是在十三灰的左边 就是指灰外 在这里去掉灰外外字 左边的西就是灰外 好 让我们来看下一个知识点 搓 搓字去掉了左边的提手旁 取一个枣字 在这里枣字的左下方和右下方 实际上是合并了琴上的两个指法 即勾和挑的两个指法 将勾和挑的两个指法组合成搓 在这里举一个例子 就是明指十灰 勾二弦 散挑四 那么搓这个音 它在琴上是如何表现的呢 在这里有一个新的知识点 搓 搓分为搓和反搓 在琴谱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搓 是表现为散勾一和大指九灰挑三弦同声 两个音同时进行 那么这样的一个搓 在琴上是如何演奏的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接下来让我们来认识一下反搓 反搓 散踢二弦 大指七灰 P七弦 和搓正好相反 那么反搓在琴上是如何演奏的呢 现在我们来学习一下搓和反搓 搓和反搓在红面的简字谱中 是如何表现的呢 首先看到这里 在这里搓是散勾一 大指九灰挑三弦 让我们在琴上找到它们的位置 第二个搓是散勾二 大指九灰挑四弦 接下来是散挑四 明指石灰勾二弦 下一个搓是 中指石灰勾一弦 散挑三 同声 下一个搓是散勾一 大指七灰拖六弦 同声 下一个搓是 大指七灰挑七弦 散勾二 同声 接下来是 反搓 散勾二 大指七灰挑七弦 下一个搓是 大指九灰挑六弦 散勾四 下一个搓是 明指八灰半 调五弦 散勾三 下一个搓是 散勾二 八灰半 调五弦 好 让我们看到这一个知识点 明指七灰六 踢五弦 散音四弦 如一声 这个音表示什么意思呢 让我们看这里 明指七灰六 踢五弦 同时 踢四弦 如同一声 接下来 让我们在琴上 找到它的位置 本节课的学习内容 到此就结束了 接下来 将与大家分享的是 下节课所写琴曲 秋风词的精彩片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订阅